这首歌是由白小白给我们带来的一个原唱 这也是你第一次来吧 对 我不仅是第一次来填刺 我也是第一次参加殷宗节目 能站在这个舞台上我感觉特别荣幸 谢谢各位老师 谢谢 其实这首歌是我的音乐制作人写的 然后就是有一天我跟他在吃饭的时候 正好他缺少灵感 我就讲了一个我自己的故事 在很多年前有个女朋友 他呢跟我一起去全国各地演出 跟我天南海北的哪都跑 我还记得最清楚的一次 就是我们从东北老家出发 坐了十九个小时的火车 到了济南 绿皮火车 绿皮火车 而且还是站着 后来呢他家里的父母就不同意 因为我那时候也不赚钱 工作也不稳定 父母呢就把他接回家了 慢慢地在家里的压力 然后就分手了 那个时候的心情其实就是跟这首歌一样嘛 因为之前家里也定过婚期了 我们俩日子也都定了 但是有一次机缘巧合我就回老家过春节 我就碰见他了 没想到他还没结婚 然后他也没有男朋友 后来呢我们俩就领证了 领证 其实这是我第一次公开我结婚的消息 就是在天赐的舞台上 我想跟所有认识我的人说一声 我已经结婚了 还是结婚了 我现在的心情也像季书哥一样 我欠我老婆一场婚礼 我要满足她 谢谢大家 小白 我觉得你简直就是孙男接班人 对 刚刚跟冰哥我们俩也觉得很像 很像囊哥 他们都说我长得像孙男老师 然后长着一个李荣浩老师的眼睛 合体 对 要同事得罪两位老师吗 没有 声音像 声音像囊哥 对 以前唱囊哥的歌吗 唱 真的吗 你给我们来两句吗 肯定超像 灯火辉煌的街头 好像啊 突然醒来了一阵寒流 小白有很多自己的歌 然后在网络上也非常火 能不能挑一首歌给我们现场来唱几句呢 哦 好 你的样子和名字在我脑海 久久不能离去 一起摇过的幸福 任何东西无法代替 我也曾将放过你 可是思念 又何曾放过我 窗外飘落的喜悦 使我想你的泪滴 我们的关系 尽一步没资格 毕竟深爱过 追离不却又舍不得 最痛苦莫过 也爱不得忘不舍 后来你的一切 我都已听说 听说你也曾为我伤心 为我难过 我才懂得当初 你有多爱我 好 谢谢老师 听过 听过 真是一副好嗓子 他嗓子真的非常好 他的机能 他的稳定性 他那个声带 闭合的那个能力 一直把那个心留着 其实有很多人的声音 是根本就做不到的 有很多歌手 你其实是模仿不来的 我觉得孙丹老师 就觉得是其中之一 他唱歌的里面那个心 其实真的不是说 谁想刻意模仿 或谁想做就有的 所以这其实是我觉得 是他的一个 很大的一个天赋 唱得真的非常非常好 非常厉害 对对对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我特别再讲一讲 我觉得子宁 你今天唱得特别特别的好 因为子宁我是特别熟悉的 同意 我不夸张地讲 应该是我听过 你这么多live现场里面 我觉得今天唱得最好的一次 真的 我觉得子宁 可能偷偷再下功夫 这个要多亏建议团的老师 对 嗯 我有认真的去听建议 对 我觉得真的 功夫不负有心人 我觉得练习还是重要的 所以今天的子宁给我看到的是一个 质的飞跃 今天的这个完美的表现 我觉得在我心中 我们这一队肯定了 对不对 我们要加油一下 你们是很有希望的 可以跟冰冰哥 PK一下 哈哈哈 嗯 哈哈哈 好